美股不是华尔街专利 大家好 我是米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今天是2021年9月20日 星期一 今天这期新闻视频 咱们不聊别的 就聊聊咱们投资者最关心的话题 恒大事件和今天市场的大跌 在这之前 咱们还是先做一个简单的市场回顾 随着恒大事件的不断发酵 近日美股三大股指集体暴跌 其中道指下跌614点 跌幅为1.78% 纳指下跌330点 跌幅为2.19% 标普版下跌了75点 跌幅为1.70% 这是标普版 5月份以来的单日最差表现 目前从高点已经累计下跌近5% 从各个板块上看 近日所有板块全均覆没 其中能源板块领跌 跌幅为3.04% 其次是消费者非必需品和金融板块 跌幅分别为2.37%和2.22% 在避险情绪的支撑下 下跌最小的板块 使公共事业板块跌幅为0.21% 昨日恒大的债务危机持续发酵 恒大在香港上市的四只股票一泄千里 其中恒大集团昨日单日下跌10.24% 一众地产股挨红遍野 引发港股恒生指数暴跌3.30% 今年至今恒大已累计下跌了84% 东方股市的动荡不安 也让忧心忡忡的美股雪上加霜 今天美股三大股指全线溃败 今年盘中标普500层一度下跌2.9% 纳指跌幅也一度快达到3.5% 投资者纷纷将矛头指向了大洋彼岸的恒大 恐慌情绪接近报表 那么恒大到底会不会成为 今年美股市场上最大的黑天鹅呢 接下来美头军就给各位看官 聊聊我的一些看法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恒大危机的整个过程 在不久前的一封被泄露的信件中 恒大用卑微的语气 恳求政府支持批准一项上市计划 并警告称 他们已经面临现金流断裂 急需融资以解燃眉之急 这一消息一度引发市场的担忧 之后恒大向其员工 以及员工的亲友 融资9.34亿人民币 最终却无法偿还 引发了员工的大规模示威活动 直接将恒大的危机 从幕后推向了台前 根据恒大的财报显示 截至今年6月底 恒大通过各种融资手段 一共背负了约2万亿人民币 约合3050亿美元的债务 相当于中国GDP的2% 除了恒大自己大举借债扩张外 去年中国政府为调控楼市 所发布的三条红线政策 也间接促进了恒大的债务危机 导致它失去了再融资的资质 众多因素集中到一起 导致恒大在面对 巨额债务偿还的紧要关头 出现了流动性危机 濒临破产 恒大债务规模之大 影响之深 不免让人联想到 08年发生的 美国雷曼银行破产事件 当年雷曼银行 同样是因为流动性危机 濒临破产 结果一时积极千层浪 引发了美国 乃至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今天美股市场 因为恒大事件跌幅凶猛 很多投资者担忧 恒大事件 是否会演变成 全球性的流动性危机呢 我认为要想看清恒大事件的影响 中国政府的态度 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目前在我看来 恒大的下场只有三种情况 一是中国政府出手援助 二是直接破产 三是进行重组 咱们就逐一分析 各种情况的可能性 以及后果 第一种可能性 中国政府对恒大伸出援手 对于这种情况 我个人认为可能性不大 这是因为中国政府 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推动 房地产驱杠杆化的行动 而恒大这次的行为 显然是踩在了红线上了 因此 我认为政府 没有任何救助恒大的动力 反而有可能会杀鸡儆猴 给其他房地产商一点教训 第二种可能性 是政府放任恒大直接破产 如果恒大直接破产清算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 恒大的所有债务 都将面临违约的可能 那么恒大的债主们 包括民生银行 平安保险 黑石 汇丰 UBS等一众金融机构 都将会受挫 这对于金融市场 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美股上 银行股表现糟糕的原因 中国政府 其实根本不care 你们这些外资银行 而中资银行们 他们想救谁 随时都能救 因此 这不会是阻碍 政府放任其破产的原因 但是 另一大因素 却是中国政府 所无法承受的 那就是 一旦恒大破产 它将会面临 大面积的资产清算 也就是说 短期内 会有大量恒大楼盘 被卖出 这很可能会引发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动荡 而房价 关乎社会的稳定 这一点 是政府 绝不能允许发生的 因此 我认为 放任恒大破产的可能性 不会很大 那么 唯一剩下的选项 就是第三个 也就是 重组 这也是我认为 最可能发生的情况 目前市场上 大部分的观点都认为 中国政府 不会主动让恒大倒闭 即便真出现倒闭 也是更为有序的倒闭 意味着 政府将会出面 进行资产清算和重组 毕竟回顾历史 在海航集团和安邦保险 之前破产时 都是由政府出面 进行资产清算和重组的 而重组就对 整个市场的影响 非常小了 因为这代表 中国政府会在最后时刻 进行兜底 并最大程度地减少二次伤害 显然 这种结果 是政府比较希望看到的 不过 这也不意味着 市场就完全不会遇到问题 机构Capital Economics的分析师 Massius就警告称 虽然中国政府 有能力处理恒大的问题 但他们也很可能会做出 出人意料的反应 之前2015年 中国股市下跌后 中国政府就允许人民币迅速贬值 这个举动超出了 所有投资者的预料 随后全球股市 在8月经历了一番大跌 该分析师认为 中国政府可能最终 还是会介入进来 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 但在情况变好之前 政府还是会有可能 让它恶化一段时间 今天市场的反应 似乎也应验了 这位分析师的观点 在我看来 今天的暴跌 一方面是由于情绪造成的 另一方面 是由于市场 对不确定性的担忧 因为他们害怕 中国政府会在最后时刻 放任恒大破产 从而引发更严重的系统性危机 不过 在分析完三种可能性后 我个人认为 恒大危机 大概率会在最后转位为安 只要中国政府 能够有序进行重组 稳住房市 且给相关的金融机构 提供足够的流动性 那么 这次的危机 就不会构成 进一步的系统性风险 而我也相信 中国政府 有能力 且有意愿 在最后平息这次危机 最后 对于想要抄底的看观 我也想提醒一下 现在此次事件 还不能盖棺定论 尤其是 恒大在这周四 还有偿还几笔利息 给债权人 如果利息还不上 恒大的债券 就要面临违约的风险 这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恒大目前的处境 引发新一轮的恐慌性下跌 再加上 最近美国债务上限 和美联储例会的 不确定性 我认为 现在抄底 需要格外谨慎 视频最后 美头军还是要提醒各位看观 本周需要重点关注的市场大事 宏观数据方面 周二周三的美联储例会 将会是市场焦点 鲍威尔可能会给出 关于缩减QE的具体信号 美头军将会密切关注 市场进展 及时和大家分享最新信息 本周还有几个 重要的公司财报 需要我们关注 如周二盘后的 FedEx和Adobe 以及周四盘后的 耐克和Costco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各位看观 觉得我做得还不错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直语输出不易 美头军需要你们的支持 不想错过未来更新的看观 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任何值得关注的市场大事了 谢谢各位 咱们周三见 如果你喜欢美头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